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户居民家里传出了女性凄惨的哭叫声 对于住在周围的街坊邻居来说 他们都知道这是七楼住户李珍珍的哭声 小区里的住户们早就听说 这家的丈夫何鸿亮经常欺负妻子李珍珍 只不过平日里邻居们认为这是别人家的私事 想呀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可是今天晚上李珍珍的哭声相比平时要七里得多 邻居担心出事 于是很快就报了警 当警察赶到李珍珍家里的时候 见到李珍珍被丈夫何鸿亮施打得嘴角流血 细细查看还发现李珍珍胳膊上和腿上有多处瘀青 警察立刻叫来了救护车 将李珍珍送到医院检查和救治 同时把丈夫何鸿亮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在医院里住了几天之后 有居委会和妇女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来探望李珍珍 他们看到李珍珍的身体状况稍微恢复了一些 便告诉他这样的家庭暴力不能纵容 可以用法律的途径保护自己 但是工作人员也发现 只要在李珍珍面前提到她的丈夫 李珍珍的情绪就会非常激动 身体不自觉地发抖 李珍珍对丈夫的恐惧让她根本不敢反抗 居委会的小陈平日里也负责社区法律宣传 于是她对李珍珍说 理解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反家庭暴力法 就是鼓励女性在婚姻家庭里受到暴力伤害时 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 一方面你可以在遭到丈夫殴打的时候报警求助 警察呢会根据情况发出书面的讯诫书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会勒令施暴者停止伤害行为 听到这里李珍珍突然抬起头来问道 人身安全保护令有用吗 当然有用啦 那可是法院发出的正式法律文书 是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 小陈看到李珍珍终于有了反应 急瞒接着解释道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很有意义的 法官在裁定里会要求对方在一定期限内 不得再对你有任何伤害行为 甚至可以要求对方搬离你们共同生活的地方 期限届满后你可以根据对方的表现 来决定申请延长期限 还是同意继续一起生活 听说可以远离丈夫 李珍珍绝望的眼神里有了一丝希望 那么人身安全保护令该怎么申请呢 李珍珍的情况符合申请条件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规定 当事人应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由此可见 人身安全保护令 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 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 而做出的一种民事裁定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受害人只需要有一定证据表明自己 曾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正在面临家庭暴力的威胁 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并且法律还规定 如果你已然受到了伤害 或者正在面临威胁 可以由禁亲署 公安 妇联等机构代为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 可以有哪些强制措施 来保障受害人的安全呢 按照法律的规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 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 禁止被申请人骚扰 跟踪接触申请人 及其相关的禁亲署 责令被申请人 迁出申请人住所 保护申请人 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等等 法院在做出裁定的同时 会将法律文书 也送达当地的公安机关 和居委会 村委会等一些社会机构 形成多方位联动的保护态势 如果被申请人 在规定期限内 违反裁定内容 法院可以依据 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追究被申请人的法律责任 对其进行罚款或是拘留 并且被申请人 在随后有可能进行的 离婚诉讼中 将失去对财产分配 以及其他有利形式的 争取权利 受到更长远的打击和影响 讲完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那么我们回来看看 李珍珍这边是怎么样了呢 在居委会和复联的工作人员走后 没多久 警察也来到了医院 警察来到李珍珍的病房后 刚要开口询问 就见李珍珍很排斥地说 我知道都和你们讲过了 不要再问我他打我的事了 我不想再说了 可是李珍珍没有想到的是 警察再次来找他 却不是向他了解 丈夫何洪亮对他施暴的情况 警察随即拿出来一纸文书 递给李珍珍 告诉他 因为李珍珍涉嫌参与一场谋杀案 现在对他进行拘留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李珍珍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 面对警方接下来的询问 李珍珍是一直哭个不停 一直说自己是无辜的 他承认因为长期遭受家暴 曾经无数次产生过 想要杀死丈夫的念头 可是还没来了几栋手 这一次因为丈夫再次施暴 就被警方带走了 办案民警看着眼前被丈夫打得鼻青脸肿的女人 感觉很难将她和杀人犯联系在一起 那么软弱可怜的李珍珍真的杀了人吗 她究竟杀了谁呢 李珍珍与何洪亮市大学时候的同学 两人在学校时朝夕相处 虽然当时并未交完 但是李珍珍一直就对何洪亮市抱有好感 从学校毕业后 李珍珍回到家乡工作 与何洪亮也就没有再见 直到几年之后 李珍珍决定到沿海地区去闯一闯 寻找机遇 却没想到 在早工作的时候 再一次遇见了当年的老同学何洪亮 原来呀 何洪亮毕业后就来到了这个城市发展 现在已经是小有所成 出来乍到的李珍珍 在何洪亮的帮助下 逐渐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 之后的日子里 何洪亮一直对李珍珍是照顾有加 备受感动的李珍珍啊 一度认为自己找到了 可以托付终身的对象 两人之间呢 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正式交往没多久 就注册结婚了 然而 让李珍珍没有想到的是 刚刚结婚没多久 何洪亮就开始表现出 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何洪亮先是让李珍珍 辞去了工作 专心做个家庭主妇 何洪亮则把整个家庭的 经济主导权势 牢牢握在自己的手里 不仅如此 本来夫妻之间的一些小矛盾 有点争执 再正常不过 但是 李珍珍却发现 面对争执 何洪亮的情绪是 越来越易怒 不仅常用各种难听的字眼 咒骂李珍珍 有时候 甚至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双手握着他的肩板 使劲地摇动 问他 听懂了吗 李珍珍开始怀疑 何洪亮有暴力倾向 有一次 何洪亮在外面应酬到 深夜才回家 带着浑身的酒气 嚷嚷着要李珍珍 为他做饭 那个时候 李珍珍已经睡着了 被突然吵醒 自然有些不舒服 再说 这半夜三更了 做什么饭呢 李珍珍于是说了句 都几点了 快睡吧 没想到 何洪亮 竟然因此被激怒了 他突然从船上 把李珍珍抓了起来 横横一巴掌 打在了李珍珍的脸上 李珍珍做梦都没有想到 丈夫居然因为一句话 会对自己动手 当那一巴掌打在他脸上时 李珍珍觉得 自己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虽然第二天何洪亮 为自己的行为 向妻子诚恳地道歉 但是从那之后 两人之间的争吵和冲突 却变得越来越多 何洪亮动手的次数 也越来越频繁 何洪亮每次动手之后 都会向妻子诚恳地道歉 每次啊 他都会说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每次一上火 就像有个人在我脑子里 操控着我一样 过后清醒了 我都想抽自己 可是每次道歉过后 何洪亮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甚至这样的家庭暴力 随着李珍珍越来越害怕他 而变得愈演愈烈 发展到后来 甚至到了 只要李珍珍在日常生活中 对丈夫稍微有所触犯 就会招来何洪亮 不由分说的辱骂和殴打 女人如愿嫁给心仪的男同学 却不知男同学有家暴恶习 一巴掌打在了李珍珍的脸上 把他整个人都打倒在地 女人羞于告诉身边人自己的遭遇 只能在网上寻找慰藉 这个群里几乎都是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女人认识了一个遭遇相同的姐妹 互相安慰 却不料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危机 我帮姐妹讨公道 正在播出 面对着丈夫禽兽般的暴力 李珍珍不是没有想过离婚 但是这些年来辞职在家做家庭主妇 根本没有经济来源支撑自己的离婚决定 另一方面 李珍珍或多或少 对何洪亮以后会改 存有希望 李珍珍觉得毕竟两人从大学相识至今 结婚这些年也是有感情的 每次何洪亮道歉都说自己当时并不清醒 李珍珍心存侥幸地认为 说不定何洪亮还是爱自己的 再等等看吧 这样的日子让李珍珍的身心 时刻都在受着煎熬 可是她又不好意思跟身边的朋友 说起被家暴的遭遇 偶然间她加入了一个网络聊天群 这个群里都是家暴的受害者 在这里她认识了一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人 在这里李珍珍遇到了许多和自己有着相同或相似经历的人 其中一个名叫魏红的女性 她的经历让李珍珍尤其感同身受 魏红文化程度不高 初中毕业就辍学开始打工 刚满二十岁的时候 就和一个叫做范大成的男人结婚生子 这样的日子没过两年 范大成因为交通违瞻被吊销了驾照 只能回到家里守着那个杂货店 不仅如此 她还因为跑运输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回到家后 干脆就放弃了找其他工作的念头 整天游手好闲 酗酒赌博 范大成在外面输了钱 回家还会拿魏红做出气筒 轻则无端辱骂 重则把魏红事一顿毒打 日复一日 魏红的身心都在煎熬当中度过 一方面由于孩子太小 另一方面魏红也不敢反抗范大成 无奈之余也只能在网络上寻求慰藉 同病相怜的李珍珍和魏红很快通过网络交流成了朋友 随着两人之间交流的深入 李珍珍感到魏红的处境和遭遇远比自己更加不堪 通过分析魏红的处境 李珍珍认为正是由于魏红的软弱 才被范大成一再利用和欺凌 所以两人每次进行交流时 李珍珍都不断地鼓励魏红 让他主动反抗丈夫的家暴行为 一次 范大成再次向魏红索取肚子 魏红是终于鼓起勇气 拒绝了丈夫的要求 结果 遭到了范大成前所未有的毒打 这一次 魏红被打得在船上 躺了整整三天 事发之后 李珍珍一连好几天 都没有在聊天群中见到魏红 担心魏红出了事 李珍珍在群里四处打听 得知了魏红被打山的事情 于是千里迢迢地 来到魏红所在的小县城探望他 可是当李珍珍来到魏红家里的时候 不但没能见到魏红 还被魏红的丈夫范大成 粗暴地拦在了大门外 范大成威胁李珍珍 要是再胆敢管闲事 他就让李珍珍吃不了兜着走 人生地不熟 李珍珍没有办法应付范大成的威胁 只能先回家 没见到魏红 李珍珍又试着 从晚上通过聊天群的方式联系对方 但一直没有消息 直到有一天 李珍珍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 短信内容是 让李珍珍不要再试图联系魏红 只要李珍珍还敢联系魏红 或是试着打听魏红的消息 他知道一次就打魏红一次 直到打死他为止 缺少了与魏红之间的相互扶持 李珍珍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丈夫的打骂也更加难以忍受 就在李珍珍准备跟丈夫提出离婚的时候 他突然收到了魏红的求救信息 李珍珍赶紧给魏红打去电话 魏红向李珍珍哭诉了自己这段时间 遭受的暴力和虐待 他说最近范大臣的行为越来越失控 他的暴力行为甚至波及到了只有五岁大的儿子 不久前 范大臣喝醉酒 邪私底里的发狂 魏红担心他再伤害孩子 就把孩子送到娘家过夜 没想到魏红刚回到家 范大臣知道儿子被送走了 又一次毒打了魏红 还威胁说 要是魏红再敢这么做 他就把他们母子俩一起打死 听着魏红的哭诉 联想到自己的处境 李珍珍止不住地流泪 两个人哭着 说完了各自的近况 电话那头的魏红突然话锋一转 说自己想到了一个 永久摆脱范大臣这个魔鬼的方法 什么方法 李珍珍问道 杀了他 魏红平静地说 李珍珍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虽然他曾经很多次鼓励魏红 反抗丈夫的家暴 但是李珍珍从未想过 魏红最后的反抗 竟然是打算杀死范大臣 魏红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李珍珍大吃一惊 魏红不但已经计划好了 如何杀死范大臣 他还要让李珍珍 帮助自己完成这个计划 好姐妹被家暴遭遇死亡威胁 求女子帮自己杀死丈夫 在范大臣的酒里 放入安眠药 再把她从屋顶上推下去 二人本想将命案伪造成意外 却不料中途发生变故 在两人搬动范大臣的过程中 范大臣却突然醒了过来 原本是家暴的受害者 最终也让自己身陷淋雨 我帮姐妹讨公道 正在播出 第二天早晨 在为丈夫准备早餐的时候 一夜未眠的李珍珍一恍惚 将牛奶撒到了丈夫 何鸿亮的袖口上 你在干什么 何鸿亮暴跳而起 一把抓住了李珍珍的胳膊 把她推倒一边 李珍珍手中的牛奶 也全都泼到了地上 望着满地的牛奶 何鸿亮是二话不说 一巴掌打在了李珍珍的脸上 把她整个人都打倒在地 何鸿亮还想继续动手 忽然看了一眼手表的时间 骂骂咧咧地 扔下趴在地上哭泣的李珍珍 出门上班去了 李珍珍挣扎着 从地上爬起来 一边抚摸着脸上火辣辣的掌痕 一边下定决心 先搬住自己的姐妹脱离苦海 再回来为自己讨公道 过了一段时间 李珍珍趁着何鸿亮出差的机会 又一次来到了魏弘的老家 她没有像上次一样 立刻和魏弘见面 而是按照之前和魏弘商量的计划 在附近 一家小旅馆先住了下来 然后用短信悄悄通知了魏弘 第二天 魏弘趁着丈夫外出赌博 来到小旅馆和李珍珍会合 遭受苦难的两个人 第一次亲眼见到彼此 他们看着对方脸上身上 依旧残留的伤痕 更加坚定了除去魔鬼的决心 两人在旅馆里 确认了杀人计划的细节 魏弘告诉李珍珍 范大臣喝醉酒后 经常在自家屋顶乘凉 他原本打算 在范大臣的酒里 放入安眠药 等范大臣睡着之后 再把他从屋顶上推下去 可是范大臣长得人高马大 他一个人 力气根本就不能够将他推下 只有和李珍珍 两人一起合力才行 然后魏弘回到家里 等待范大臣回家 他一直等到深夜 范大臣才回到家里 他像晚常一样 粗鲁地嚷嚷着 让魏弘做菜下酒 他要好好喝两口庆祝 魏弘趁机将安眠药 放到了下酒菜中 端给范大臣吃下 由于药物的作用 范大臣很快就睡着了 魏弘确定范大臣失去意识之后 就赶快发信息 通知李珍珍来到家里动手 可是在两人搬动范大臣的过程中 范大臣却突然醒了过来 欢乱之中 魏弘和李珍珍顺手拿起一旁的绳索 两人合力一起勒死了范大臣 之后 心慌意乱的两个人 一直等到午夜过后 才将尸体从房顶推下 伪造成范大臣醉酒 失足 醉完的假象 做完这一切 李珍珍第二天就回了家 可是范大臣的脸 却总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就在他犹豫着是否要自首的时候 警察却找上了门 那么家暴的受害者李珍珍和魏弘 合伙杀死施暴者范大臣的行为 将会受到怎样的刑罚呢 范大臣被杀案 经过法庭审理 法院认为被害人范大臣 生前存在过错 所以最终以魏弘 李珍珍故意杀人罪 系共同犯罪 分别判处二人死刑 缓击两面之刑 事件落幕了 施暴者和受害者 分别以死亡和入狱 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让我们不得不扼腕叹息 魏弘李珍珍 本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可他们却选择了错误的方式 来回击伤害 最终自己也因为犯罪 失去了和生命一样宝贵的自由 恋爱 结婚 生子 携手同行 人生之路 本是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经历 可是偏偏有家庭暴力事件 不停在我们身边发生 通过今天的案例故事 我们想再一次呼吁 婚姻家庭里 遭受各种形式暴力对待的朋友们 遇到伤害或者威胁 一定勇敢地寻求法律手段的保护 切不可 以暴制暴 让自己从一个受害者 变成了施害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丈夫忙于事业 妻子怀疑丈夫出轨自杀身亡 竟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 割腕自杀 丈夫收拾妻子遗物 竟发现自己与网友的爱美聊天记录 环城刚和红袖天香 话语爱美 俨然像一对热恋的情侣 是丈夫真的背叛了妻子 还是妻子误会了丈夫 妻子艳谎遇骗子 下期播出